慈小高年级生 加州游学 抵达慈济美国总会 慈济志工以父母心陪伴 这里每一个都是你的家人 这就是你的家 在美国的家 希望说大家来这里 安心的学习 没有想当医生 没有想当故事的 啊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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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参访南爱满地门诊中心 对于慈济疫诊 在社区的影响力 从想象到印证 小时候曾跟着父亲 在台东驿诊的杨子凡 串联内心的记忆 在台湾的话 通常就大概是一个乡型车 然后里面装着一些 简单的器材跟药品而已 那这里还有更大型的仪器 40位来自慈大富小 以及台南慈重富小的学生 暑假展开宏观国际的学习之旅 除了进行英语评估标准 也前进蒙勒维亚慈济小学交流 那这一次主要比较期待的 就是能进入到美式的学校 去与他们生活 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只能在电视节目 或电影里面才能看到 希望能真实去体验 美国的小孩子真的比较热情 比较活泼 而且他们第一次跟我们陌生人接触 他们其实也比较不会害羞 视野要广 心胸要大 带队老师给孩子们的期许 是带着感恩和尊重 让第三届美国加州游学营 谱写下充实和快乐 来 新闻知识美职工曾永中 陈修文 黄有斌 美国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